那我們今天的講座準備開始了 那我們今天就非常超級臨時的增加了這一段 對 那來旁邊的朋友們也可以再過來一點 要不然你們可能拍不到他們特別的舞姿 那我們現在已經要開始現場直播囉 好 那我們來歡迎我們今天的講師 來囉 來 手機準備 想必 來 大家一起 來 接著我們一起喊 來 接著我們一起喊 壓鬥 壓鬥 再一次喊 壓鬥 壓鬥 耶 很棒 大家一定很清楚這一個阿布對不對 等一下 這是我的工作 來 那我們因為有點突兀 就是突然 所以呢 我們先請兩位講師先坐好 好 那我們請泰山哥幫我們戴上我們今天特別的聖誕帽 對 這是特別的造型 我們今天有非常多的造型 所以大家一定要拍好拍滿這樣子 好的 那我們先切換回就是今天的PPT的畫面 阿牙頭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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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聽到這種音樂很懷念 很懷念齁 那我們先把這兩位先當做白事 那先跟大家說明一下 大家在進場的時候呢 一定有收到我們的資料袋 那這個資料袋裡面的 酸橘君的L型資料夾裡面 大家會收到我們的抽獎券 以及我們的簽名卡 那這個簽名卡我們做成A5的size 待會大家給泰山哥簽名的時候 可以請他豪邁的切沒關係 對 非常的大張 那另外這個抽獎券的部分呢 如果比較晚來的朋友們 還沒完成也沒關係 就是待會幫我們的得到IG Follow之後我們的工作人員 會幫你們按個 就是蓋個章 之後會再給你們一個限量版的貼紙 之後再把這個大張的投進我們的摩彩箱裡面 這樣的話就有我們的抽獎資格 那我們今天抽出的獎品呢 就是我們桌上的這些有酸橘君相關的產品 以及我們的得到周邊這樣子 好的 好 沒錯 我們第一張呢 就是要來介紹獎師的部分 那就是我們非常熟悉 剛剛應該也跟大家聊天很久的 張泰山 對 蔡山哥這樣子 那我們就不加以介紹 那接下來呢就是 沒有啦 不是 因為我要 我要給你們 就是很多的時間來講解後續 所以我要趕快結束這一塊 好 那接下來呢 就是我們的得到小編 解析姐姐 對 那可能有參加過得到獎座的朋友們 很常會看到我們解析姐姐這樣子 好的 那就是我們得到其實在台灣 就有一直在做推廣的部分 那想問一下 有參加過我們得到獎座的 可以舉手一下嗎 好 那先舉著喔 那有參加過 2019年泰山哥在台大的那一場 再繼續舉著 欸 有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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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很棒 很棒 好 那可以放下了 非常好 好 那我們今天的活動有非常的多 就是剛剛說明的那些 那以及萊昌裡就是你們那個 酸菊菌的資料袋 那我們在結束的時候 大概是四點的左右 會有問卷QR Code 會投影在我們的螢幕上 那填寫完之後 可以獲得我們Q版的阿波五吊飾 那這個吊飾其實有八款 如果之前有參加過的 搞不好也有拿過一款這樣子 其實它是非常可愛的 我自己都沒有拿到八款這樣 好 那我們接著呢 就是我們今天可能在途中 會有一些隨機的抽獎啊 或者是隨機的問答 那可能都會把桌上的禮物送出去 那大家一定要把握機會喔 好 那我們等一下喔 我突然發現 我忘了跟線上的朋友們說聲好 那大家其實在進場的時候 有發現我們後面有非常專業的 就是攝影設備 那其實我們今天在FB的 就是得到FB臉書上也有做直播 那我們跟後面的鏡頭說聲好 來 兩位講師耶 嗨 現場的朋友們 大家好 好的 那我們 好 那大概是這樣 那稍後的那個簽名會啊 就是我們四點過後 會依據你們手上拿到的簽名會號碼牌 然後到旁邊去做簽名 以及拍照的部分 那所以那個號碼牌一定要 就是保留好不要弄丟 好 接著就是我們得到縣政府呢 今天也有拍一部影片要給大家 就是跟大家問聲好的部分 那其實今天沒辦法直播的原因 是因為我們今天有非常重要 就是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德島南部有一個DMV的列車 就是公路兩用車這樣子 他們今天起航了 所以很多就是縣府部分的人 也是去那邊去做開幕式的部分 那我們今天就先來看一下 他們所提供的影片 不好意思喔 我什麼都要自己來 所以再等我一些啊 你好 大家好 台湾の皆さんこんにちは 徳島県商工労働観光部 次長の穂崎です 本日は徳島県主催のセミナーに ご参加をいただき誠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感染拡大の影響で 残念ながら会場へ行くことはできませんが まさに今日世界初の本格営業運行が開始となる 線路と道路の両方を走行できる乗り物 DMVのご紹介や 徳島を遊び尽くすをコンセプトに アニメ、漫画、ゲームに関する展示や体験会など 様々なイベントが行われる街遊びのご案内など 本日は盛りだくさんの内容となっております 徳島県の豊かな自然、美味しい食べ物や 県内宿泊施設のパンフレット ノベルティーもたくさんご用意しております 皆さんとお会いすることはできませんが 徳島県の魅力を十分に感じていただける内容となっていますので 最後までご楽しみください 国際観光が再開されたら ぜひ徳島県へお越しください 皆様のお越しをここへお待ちしております 来言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はい 好的 那我們現在就要回歸正題 對 今天的話 對還有一個影片 這個是我們得到動漫節的部分 先播給大家看一下 那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動漫節呢 其實有人知道馬雞遊び 在德島縣已經辦了十幾年了 有沒有人知道 這個活動 就是當天呢 會有吸引到大概一兩萬的人 然後都是很喜歡動漫的人 然後他們會化身為自己喜歡的動漫名 然後也會請到很多聲優動漫 全部集合在這邊 很像是走到一個異世界的那種感覺 那因為疫情的關係 雖然是有兩年沒有舉辦 那明年還在看 它就是一個 因為日本本來就是很喜歡動漫 所以他們那一天啊 就會全部再來到這邊 然後有大概 一百多個活動 同時在一天之內 有遊船啊 籃籃啊 各種活動 那這個是海外 因為我們台灣也很多人喜歡動漫 也會去參加 你們可以感受一下 這邊有人去過德島嗎 可以舉個手嗎 那應該 這些裡面有一些地方 他們可能是有去過啦 只是你們不知道 其實它就是 那個動漫節 的一個那個場地 那之前有部落客去感受啊 就是路上就遇到很多柯南啊 初音啊 就是可以化成自己最喜歡的動漫 然後走在路上 那如果你們去的話 就會覺得 哇天啊 我這是來到什麼樣的世界 等一下你們可以看到有一個男生 那是打扮成女生穿比基尼 可是因為它很壯 等一下注意看一下 我不小心還是喵一下 其實它會有一點像 等一下你們快快到了快到了 那個男生 那其實這個活動 一年有兩次 已經辦了十幾屆 那你們那個時候去的時候 就是整路你都會看到都是動漫 車子也是啊 牆壁也是啊 整個景色全部掛滿布條 然後路上也全部都是動漫的人物 那有人很喜歡動漫的嗎 因為我比較不是這個世界啦 但是看起來就是真的很特別 現在很難說 說不定有的人是那種 看不出來會自己化成 美少女戰士我今天要來懲罰你 更想懲罰你了 有真的有真的有 現場有沒有很懷念現場 這影片還要舉 怎麼一直還沒有看到那一位 穿比基尼的男生 過了喔 你們都看到喔 好好好 那應該已經到尾巴了吧 差不多 那因為得老縣特別就是希望 明年可以順利舉辦成 然後我們也能夠去日本 你們覺得明年有機會嗎 其實我也這麼覺得 好的 那影片看完了 再把麥克風還給鹿姐姐 好的 對今天 按錯了 那你們可以先坐下樓 因為接下來我們就要來 聽你們對談的部分 好的 那我們就把主持棒交給這兩位 解析姐姐以及泰山哥 開頭 嗨 嗨 嗨嗨 喂 好 泰山哥你是已經 我知道你最後一次去 有趕上在疫情前去 等一下要請你分享 但你先告訴我們得到現在的位置 就在那裡啊 在四國對不對 那你通常去 你都怎麼從哪個機場過去啊 我其實我比較 因為我是超級巨星 所以我去的時候要先飛到東京 因為老闆在東京 我們那時候的老闆是東京人 然後因為他贊助支持得到的球隊 所以他叫我先去東京去玩一下 然後玩的時候再坐飛機到 再到得到 明星就是不一樣 不一樣吧 對真的 跟我的都不一樣 那你有 做到 我知道都是自己 我是到大阪關係機場 然後再坐兩個小時 對對對 對對對 八次 沒錯 對我們不是明星 我們都這樣過去 我也有過一次 但是大家有去過你們是從關西機場 有人從不同的機場過去嗎 岡山也可以 那其實那個香川縣過去也蠻快的 對 那第一位置大家蠻熟悉的 我們再看一下 那剛才講到就是從關西機場 可以坐兩個小時的巴士 就是這一個 這裡這裡這樣咻 兩個半小時 泰山哥你有這樣坐過 有 兩個半小時 是的 對 對 可是我是一路上這樣子 當作是觀光 然後一路上看著美景這樣子 哦 那景色還不錯吧 一路上 當然 還是你都在睡覺 都在睡覺 沒有 因為不只一次 因為我不只去過一次得到 然後我那時候我當球演完之後 然後隔一年 我又去那邊當課做打擊教練 然後老闆又叫我過去 可能那時候的行情就沒有那麼好的 所以我就必須到大阪 然後再做巴士 我有幫你弄一段你在那邊的那個生活 因為其實好像待滿長的對不對 好那我們再看一下 那剛才提到的就是 泰山哥 我一定要到時候請那個得島線 我們一定要去搭乘這個 因為它是世界第一台 鐵路公路可以一起跑的車子 那今天得島線很忙 因為今天正式 那這花兒經費是非常可觀的 那就是它是可以在短短的15秒內 從鐵道變到公路的輪子 15秒就變完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 你看它可以跑在一般公路 也可以跑在鐵路 那這台車子呢 它其實也是救援隊 也就是說日本怎麼樣 它可以馬上跑上去鐵路去救火也可以 平常要當一般車子使用也可以 那大家之後可以去體驗 那它這個價錢真的完全不貴喔 來看一下價錢 如果你只想體驗35分鐘的話 單程大人才800日幣 那當然泰山哥你一定是VIP OK 對對對 你可以去看一下它的那個輪胎的變換 就怎麼樣從道路上到鐵路 再從鐵路變下去 這個是我們可以期待的 那今天就是正式營運 所以得島線都過去那邊了 那我們再繼續看喔 那再來就要進到了就是 我很想知道泰山哥 你有沒有趕上疫情前去衝一波 其實因為我太喜歡那個地方 當初我是 因為是有原因的才會到得島去打球 因為我在中華職棒打了20年 然後我就跟我就說我退休了嘛 然後從職棒退休了 然後我就跟我的兒子講了一句話 就是說 爸爸退休了以後就可以陪你了 因為以前就在職棒廠長跑來跑去 然後就因為這樣子20年了 然後都沒有辦法長時間可以陪他們 然後我就跟我兒子講說 那時候他還小可能還不太懂 然後我就說我退休了 然後以後就可以從廠長可以陪你們玩 玩在一起 然後他就跟我講一句話 哇爸爸我好開心喔 然後後面回答 退休是什麼 就說爸爸以後不打棒球了 以後你們就不用長長跑來跑去看爸爸打球 然後他回我一句話 他說爸爸我不要 我還想看你打球你打給我看 哇那時候我已經40幾歲了 然後再回到職棒是不可能的 然後因為也20年 剛好滿20年的職棒生涯 可是在這個時候我該怎麼辦 因為孩子的一句話 剛剛好我在同醫師的前總教練 叫中導 剛好跑到四國當教練 然後我就跟他講說 在那邊 那我想過去那邊打球可不可以 他說 可以 可是我跟你講 這裡跟台灣職棒完全是不一樣的環境 因為在那邊很辛苦 非常辛苦 然後吃得不好 做得不好 什麼都不好 然後在職棒 在中華職棒 你賽前餐都有人幫你服務 去那邊你要自己服務自己 我說你身為一個在台灣的一個球星 你去那邊 我怕你受不了 我就端然的說 這沒有關係 我就去 然後我就帶我的家人 我就帶我的家人一起去 全部就這樣飛過去 就這樣飛過去了 對 所以我才跟得到 有這個緣分 是這樣子來的 所以小小朋友現在在那邊 這裡 這邊嗎 他們就全部一起 那時候一起跟你過去對不對 對對對 那時候我就是 我比賽完結束之後 然後就是換我跟陪小孩子 我們比酒去 然後我打完之後 我要再打另外一場比賽 就是跟孩子 一樣在球場上 在那邊再繼續跟他們玩 對 所以我在那邊反而是非常的開心 我知道 然後我有看到你在那邊的生活 等一下還要繼續跟你聊職棒的生活在那邊 那我記得你好像在疫情之前有感到去得到 是在2020年1月對不對 那說是因為我那個地方 一直跟我的家族 還有我的那個 講說那個地方 還有我的朋友說 那個地方 我好喜歡 因為鄉下地方 我覺得我很自在 很開心 然後我就說 欸那我就 約了幾 朋友們 然後在疫情的前 幾個月還是幾週而已 然後我們一回來就爆發了 對 是1月 我記得是1月10幾號 你們去 對 然後你們一回來馬上 疫情爆發 疫情就爆發了 現在我們趕得回來 要不然我們可能被鎖在那裡 而且你那時候去的時候 還有這個布條迎接你 對 我是去那邊觀光 然後我一到德島縣 然後他就給我 歡迎德島 然後把我拉到旁邊開會了 其實德島縣也沒有說 就是 他說就是他們一定會用一個儀式來歡迎 就是觀光大使 對 然後只是不知道排場怎麼這麼大 對 然後說我那時候 我們家族以下 還有我的朋友家族 哇 他們感覺好像非常光榮 其實是 要把我拉到旁邊去開會 其實呢 拉到旁邊開會了 沒幾個 是不是你是唯一一個的 我都沒有那樣的待遇 那這個是你們那時候又到 就是明門 這是明門那塊嘛 對不對 明門大橋 那時候是家族旅遊嗎 這是家族旅遊 喔 好多人一起去喔 對 可是還有一些人都在旁邊 對 就是我們家庭 所以那時候回來之後 就馬上疫情了是不是 對對 疫情結束 然後就這樣兩年都去不了 那個就是明門大橋嘛 對 等一下會有那個嗎 還是 等一下會有好多你的照片 對 這是你最後一次去的時候 對 那你最後一次去還有去到這個是大不為對不對 對 其實我們在 我在那邊打球的時候 因為我剛才講過嘛 我是為了孩子 然後我們只要是放假的時間 我就是整個得到 甚至至過走透透 真的我把你的FB都翻片 越看越開心 對 所以我看到那個小朋友還很小的時候 那照片超可愛的 對 那我們先來聊一下 泰山哥你在那邊打棒球 好像打了一年 你好像在那邊停了一年多對不對 對 嗯 就是整個一個球季啦 然後就是在那邊 然後 因為就是在那邊非常的開心 然後他們也非常的重視我 很尊重我 然後什麼事情都要以我 好像以我為主 然後 那時候孩子也很可愛 然後我記得 超可愛的 因為那時候我到現在 我也不會講熱語 我只會講 那這是幾年的事情啊 2011 幾年 六年前 2016 哇 已經是也是六 也差不多六年前 對對對 怎麼覺得這張照片看起來很瘦 我去的時候是這樣 然後我一回來的時候很瘦 為什麼 因為 沒得吃 沒得吃 等一下會有那些故事 好 OK 那我們繼續看下去 那這個是 因為我看到你在那邊 好多媒體都有報導你 然後還有 把你的所有的一些什麼故事 就是履歷通通都列出來 對 然後你是在那邊真的是VIP 都有人幫你攝影 好多漂亮的照片 那時候我們都是 委屈的時候 因為得到 只有一家電視台 然後那一家電視台 得到新聞 然後那一家有一個主播叔叔 然後非常喜歡我的孩子 然後他們每次都喜歡拍我們家庭的生活 連我放假都也是跟著我們 然後看我們去哪裡 他就跟著拍 然後他自己拍 然後又自己 我覺得很可愛 然後他就放這一台 那就是電視台這樣子 然後 因為這樣子 因為我沒有辦法跟他 跟他溝通 然後我那時候 我記得有一個很好笑 就一個花絮 那時候我們就在那邊 因為我沒有翻譯 那我要怎麼跟他溝通 然後突然有一個 突然球團 接到一通電話 然後他就說 有一個來自台灣的一個人 親自免費 要當我的翻譯 我說 這麼好 男生女生 女生 我說 然後 然後 他說免費 他說 不收 不收球團的 親自 他說他自己來 然後他自己就自己租房子 那時候房子 他租了一個月 八萬塊日幣 八萬塊日幣 是整以台幣多少 兩萬 現在因為匯率比較不好 大概兩萬二左右 但兩萬二也很貴喔 台幣兩萬二一 是八萬塊嘛 對八萬塊 如果兩萬二一個月 兩萬二台幣 住在台 得到其實算很貴 超貴 然後他說 哇 球長說怎麼會有這個 這麼 可愛的女生 要來當我的翻譯 就不收球團金飛 因為球團本人就金飛 就不足了 然後我就在等 哇 期待 然後我老婆說 到底是哪一個 等一下 我要看一看這樣子 然後他一來的時候 哇 終於見面的那一天 然後來到球隊報到 然後他就 見面不會說 嘿 泰山我是你的翻譯 通常都是這樣子 那個嘛 通常都是這樣 我是你的翻譯 來這邊當你的翻譯 他給我第一句話是 你失望了嗎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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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他就這樣給我 你失望了嗎 我說沒有 你好可愛喔 哈哈哈 因為其實他就是 在那邊去變成我的保母 然後他也幫我照顧 顧弟弟妹妹 然後我們走到哪裡 他都可以把得到 或者是日本的每一個故事 比如說我們看到一個雕像 我就直接講 翻譯 好吧 你就說他的故事 他就把那個故事 講給你聽 然後最重要的是 我們在比賽當中 因為他 他其實他是去 那裡去學日語的 他的日 因為他的 他很 多種語言他都會 然後他對日語 就這麼一點點通而已 那我記得有一次 我拿到最有價值球員 要在球場上那邊 要講嘛 要那個 就是說要講一些感謝的話 因為他也剛剛好 剛剛好也去那邊學一下 他其實他的日語 沒有那麼好 然後我就一直講講講講講 他就在那邊 他的表情都這樣子 然後他就 好 請翻譯 因為旁邊還有一個 日本主持人 然後我就給我的那個翻譯 請翻譯 他就拿著麥克風就 然後我就看到他的表情是這樣 我知道他可能那時候很乾 不知道該怎麼翻 因為他不知道怎麼翻 我就拿著麥克風 ありがとう 拜拜 然後上面的人就開始 就這樣 然後就 然後他到了旁邊 就說 泰山謝謝你 哈哈 然後 然後我剛剛不是有一個電台的一個阿伯 就是 常常就是報導 然後他要也要訪問我嘛 然後 然後我們要透過那個翻譯的時候 他又在那邊 啊 然後 然後我們用岳陽打電話到我台灣的朋友 你翻譯一下 哈哈哈 可是現在他講得很厲害很溜了 對 那他是就是你在那邊多久 他就自己每個月一直租 對 對 我離開之後他還是留在那裡 所以他每個月這樣花兩萬多兩萬多 然後沒有 可是到後面隔一年的時候 球團看到他的努力 然後也就是給他薪水了 那他應該蠻想的 我沒有他沒有截到他的照片 沒有抓到他的照片 因為那時候我 那時候我 你知道為什麼會到時候我會變那麼瘦 因為我只要 練習完 我就跟教練講說 因為我年紀大了嘛 他說很尊重我的練習模式 我說我要去跑步 我要跟著跑 然後我就說 然後我就問阿妹 要不要去跑 他說跟著跑 我說 你追得過我嗎 哇 他跟在我旁邊 然後順便幫我 做一些花絮 然後也幫我去拍照 我說 我說我怎麼跑 他就跟著跑步 我說一個女孩子怎麼會那麼厲害 所以我常常就說 我跟我的辣妹翻譯 一起去跑步 然後下面的留言都說 我們要看辣妹翻譯的照片 哈哈哈 求正面 求正面 對對對 就是很可愛啦 對 所以在那邊 一再的報導 我在那邊的 好玩的地方 對 那這個是我這邊有看到 就是好像有去 他這個照片是 喔 我怎麼忘記這一 part 是要講 我就看到你這照片 好厲害喔 這是你們去那個 關心 得到的 這是我們的 這是我們的球場 球場 這是我們的主要的球場 因為他旁邊就像 好像是我們台灣的 比如說 紅海 然後他有一個旁邊 有一個 就是一個蠻大的公司 然後他旁邊有一個球場 然後他就因為他想說 可以供應我們來這個地方練習 因為我說過 四國其實他是一個很貧窮的一個地方 然後他們就是 平均年齡在18歲到23歲 我已經40幾歲 我還跟他們這樣子拼 然後為什麼 因為他們算是一個職棒的一個跳板 然後他們有一些高中畢業或者是 在選秀的當下沒有辦法選上 然後他們還想有一個 要進軍日棒的一個職棒夢 所以他們在這個地方 然後這樣子一直比賽 然後練習 然後都會 每次比賽都會有球碳 都會再去觀察 所以很多東西就會在那邊看 然後他們非常的認真 非常的努力 對 然後我們就會跑到這個地方 因為我們也會有一個 遺地訓練 這裡嗎 對 遺地訓練 然後每次有一個訓練模式 就是要跑到三球 哇 好高 然後就這樣用跑的 他們可能要跑個20趟 我差不多兩趟 他們都知道我的能力 我都用走的 然後 其實 那一個就是說 等一下等一下 來 跟歐吉將 他們都叫我歐吉將 老人家嘛 然後跟歐吉將拍照 然後拍完之後 就很像是跑很多一樣的感覺 所以我就自己 然後我休息了 換你們自己繼續跑完 所以那時候很可愛 對 感覺這個地方 大家好像就是對職棒的那種熱情 非常的 我們那邊也是有洋將的 也是有老外 對 那邊的小朋友 就是這個是算比較 大哥哥一點 有那種更小的小孩子嗎 沒有 平均看起來 他們比較套老而已 其實也才 他們的年紀很小的 國中 高中而已嗎 就是國中畢業 啊 高中畢業 18歲到23歲 那他們跟你這樣互動的時候 應該也很開心吧 他們非常開心 非常開心 感覺看到這些照片都很歡樂 對 然後你看你還有沒有下一張 是不是 有有有 然後這一個就是 這是台灣過去的交流賽 一直想要進軍職棒的 從從那個準 那個什麼 從越準英 那他一直每次都在媒體上 在那邊報導說 我們要經濟職棒第六隊 嗯 好 我們的第六隊 現在已經第五隊都還沒有出現 他還沒有出現他們的那個球隊 然後他們就是去那邊做一個公益的 哇 應該是去那邊 有了那個經費 然後去那邊 到四國跟大家友誼賽吧 對 這個是友誼賽 然後我們會有迎接 就是阿波舞 對啊 看這個 阿波舞還特別出來 很重視這個友誼賽 對 很重視 對 還出來跳舞耶 對 因為非常的重視 然後像在那個地方 我們就會跟著過去 啊 就是 邀請他們 然後就地主之意嘛 然後帶他們去哪裡玩 去看一看 這感覺很開心耶 而且好像得島線 就是都有娃娃阿波舞啊 一定都會出來 對 一定會出現 對 一定會出現 好 那 這還有 這是你在阿南市那邊的 那個一些 好 這個要由泰山哥你來講 我差不多已經去了 差不多 五六次差不多 因為每一次的身份都完全不同 第一次是當球員 然後第二次是 我在城市隊 台中城邦隊的時候 又帶他們過去一次 然後第三次屬於那種 觀光大使的身份在過去 然後我們每次一過去 我會有我自己屬於的啦啦隊 叫 AKO 這有故事 哎呦 你知道咧 你怎麼知道 然後因為這個故事是 台灣的職棒啦啦隊 都是辣妹有沒有 然後前面不是都很多 那個大孔的那個攝影師 那什麼 那時候照相的那些 那些 大炮 大炮 都這樣子拍那個 你試試看來得到 你會不會在哪大炮 跟他們照相 這邊的那個 歐巴桑 都是要六十歲才可以加入 所以AKO的歐就是 歐巴桑 歐巴桑的歐的意思 那就是我們的 那個叫什麼 那個什麼 另外哪個城市了 那就是那邊嘛 阿南市 阿南市 阿南市的那個 啦啦隊 所以我們每次看到 他們在那邊 跳舞的時候 哎呦 非常我們把它當作 辣妹來看 他們非常的有活力 然後他們會自己 編一個棒球舞 然後迎賓也有他們 所以每次我們跟哪一個 比賽的時候 他們就會先跳 我聽得到訓說 就是因為這樣 這些那個 六十歲以上的活力 辣妹 辣媽 辣阿媽們很有 四座他們很開心 非常開心 每次我過去那邊 翻山 哇 他們每次這樣喊聲的時候 然後有時候我上去 打擊的時候 他們有時候會在上面 翻山 我聽當地的人說 你讓他們整個小鎮活化起來 然後有事做 很開心 因為我愛玩嘛 你們知道 我在球場上 就是一個老頑童 我就喜歡跟球迷有一些 所謂的互動 每次我一站上去 我就會這樣 然後他們就開始很開心的 然後他們就會在那邊叫 因為那邊的球迷 可能就比較 因為年紀比較小 然後比較不會跟他們 那一些老人家 比較有互動 那你也知道 我很 我的年齡層是 小孩子 中間的辣妹 跳過去 直接歐巴桑 我的年齡層 我的球迷 那個年齡層 喜歡我的 是這個階段的 所以那時候 歐巴桑 他們那邊 然後被虎的這樣子 每次跟他們說 我在你的FB 看到他們跳舞的影片 我看了我都笑 因為他們跳得超賣力 對 而且不輸那種年輕辣妹 他們那個舞步 還有那個效率非常好 對 所以那個一直 現在看到這些照片 真的有一種回憶 又在心頭 湧在心頭 而且那個太陽跟你穿西裝 很 那樣子又不太一樣了 怎麼 帥氣 超帥氣 人真的是要衣裝的 超危險的 我們習慣看你打棒球 所以我突然看到這個 喔真的帥氣 帥氣 因為本來到時候是 那個綁領 就到了得到好像 你都會有穿 我都會綁 因為日本你知道 非常的 要很 不像我們就很輕鬆的 就像我今天 我的穿著 本來 我太太說 要不要穿正式一點 或怎麼樣 我就說我這樣太正式 但是我不會講話 然後我們還是 自在一點好了 對 所以我在那邊 我真的不太 我只要穿西裝 我就不會講話了 我好像是綁手綁腳 對 那時候你的那個球衣 我記得上一場 你是穿得到線 籃短襪隊的那個球衣 不要說 沒關係我們有機會再看到 好不好 超不下的 你一定要講出來 沒有 我是說我期待下次看到 好 那這個是 哇 你懷不懷念這個時候 對啊 好可愛喔 超可愛 那介紹一下這個吉祥巫師 你看看那邊 妹妹 起來一下 來來來 你站起來 跟大家揮揮手 你就是圖片裡面的 就那麼小 然後現在就這麼大的 那個弟弟呢 哥哥呢 他有偶包 沒有關係 他有偶包 對他現在是偶像 那麼小就有偶包的 我就不曉得 但他現在是小小明星 一定會偶包 那這個是那個 球隊的吉祥物是嗎 這是球隊的吉祥物 他好高 他超高耶 他這個吉祥物 真的我看不出來 他到底是什麼 我覺得像老鼠嗎 他有說像蜘蛛 欸叫什麼 我覺得像老鼠耶 小編 他叫什麼 螞蟻還是蜘蛛了 蜘蛛啦 藍短襪蜘蛛隊 我忘記了 因為 得到現在你不要那個 我看他在那個 你們打棒球的時候 他一定會出現 因為這是我們的吉祥物 對 然後這個是縣政府的 酸菊軍 對 所以他也拿著那個棒球 所以這個照片 真的好環境 他們兩個 是我最好的幫手 為什麼 在那個地方 我剛剛有講過 什麼都是要自己做 然後呢 無論像比如說 日本巨人隊 就是職棒的巨人隊 他們也會來得到 跟我們比賽 然後那個比賽 也算積分的 這是交流 然後也算積分 然後可是他們要來的時候 我們已經要在我們的得到線 要去做宣傳 去發傳單 然後 然後 然後我們的社長 小姐夫就說 泰山你也不能一起發傳單 我說 我在這個 我在台灣從來沒有發過這種 然後到市場發傳單 來看比賽 然後 然後我們的總教練也都說 他是台灣的巨星 他沒有做過這種事情 然後 我們的社長就說 那 因為有電視台要 都會旁邊側拍 可不可以 我說沒關係 問題沒有 因為你既然來到這個地方 你必須要 真的要 蹲下來 你不能再 還是以為你是 在台灣的一個 球星的樣子 我說沒關係 什麼事情 我都可以接受 可是你知道嗎 當每次發傳單的時候 不會有人跟你要 最好的幫手就是他們兩個 來 過來 你們兩個 拿了一點有沒有 然後 幫爸爸發 然後我就在旁邊 一下子就發完了 哇 但是 阿你看到 就這樣阿你看到 然後就發完了 就這樣子 然後我就覺得 哇這麼好用 然後旁邊的小朋友 我即將能不能幫你 幫我們一起發 哈哈哈哈 所以小孩子在那邊 很好用的 而且我長得真的很可愛 我找這些照片 一看到路迷 有 這個是得到車站 嗯 對我還抓到你 這個是正準備抵達的時候嗎 對對我剛到 然後 剛到的時候 因為到那個 然後我行李還有制衣球放帶 因為在那個地方 我剛剛又強調一次 他們那個 雖然說是職業球隊 可是他們算屬於半職業 那所謂的半職業是什麼東西 比如說我們賽前都有賽前餐 可是他們都沒有 我記得有一次在比賽的時候 他們就 因為 我家人有在 他們都會準備熱騰騰的東西 給我去外面買 然後我們球團只供應什麼 烏龍茶跟 就是 就是一般的水 就這樣類似這樣子 就這兩樣而已 沒有準備吃的 然後每次我看到他們 中午要準備開打之前 他們也會先吃嘛 然後練習完要吃 然後準備比賽 我一打開 我會旁邊都會這樣子看 他會看 都是白飯 然後把我們的烏龍茶 球隊供應的烏龍茶 倒進白飯裡面 然後攪一攪 就這樣子一餐 那時候有時候好難過 然後我就開始 我就 有時候我會自己準備到旁邊買 然後有些真的可能 都沒有吃東西 我就買一些東西 就是給他們直接這樣吃 因為我還有那個錢可以買 然後就是 然後還有一次 然後有一次 然後有一次在比賽當下 他們褲子脫掉 然後他們的緊身褲 都已經破那個洞了 然後我 我都會有準備一些新的 放在一背 那個準備 被死之虛嘛 然後有一些東西 突然我忘記 我剛好都有準備 剛好我看到好可憐 我就拿一個 那個新的 就給丟過去 說你就穿這一件 你把那個褲子丟掉了 然後可能旁邊的人看到 隔一天比賽 他們都故意在我面前脫褲子 明明那一小洞 可能怎麼突然變那麼大洞 然後我就說 我沒有準備那麼多 然後我就打電話 幸好我才台灣的贊助廠商 Nike 然後我就把這邊的故事 講給他們聽 然後他們就寄了三大巷過來 然後他們都很開心 然後還有球棒 他們要自己準備 然後我就會 我的球棒不可能 所以這裡面都是球棒嗎 我可能 我那個球棒裡面 差不多有八支 然後我只能打一支 然後其他都被他們拿去打 然後我也是一樣 找台灣的廠商 就是說你們能不能 我把這裡的故事 講給他們聽 所以他們在那邊 我跟他們的互動 就是非常的可愛 就是很 就是有時候對他們 也會很難過 因為他們有些可能是 因為日本這麼大 然後在四國 然後他們可能是 從別的地方過來 然後從過來的時候 他們很少會看到父母親 然後有一次 我們一家人在吃飯的時候 我就看到有一個孩子 他父母親 不知道說從哪裡來 去那邊打球的生活家庭 不是都很幽默 都是不是很好的 然後看到他們 然後去吃個牛排 然後他爸爸看著 他的兒子在那邊吃的時候 我的眼淚 才能從這邊掉下來 那種感覺 那種感動 我就覺得 你們久久一次看到爸爸 然後非常的開心 那種感覺 然後我的家人 都一直在我旁邊 陪著我 所以那時候我就覺得 好感動 然後可是 你到了那邊 因為也會累 也會累 有一次 因為你畢竟 他們把我當作吉祥物 來去看待 然後有一次 我們在台灣 有一個很大的一個 那叫什麼 那叫什麼 游艇 那個叫什麼 你說得到的 游輪 那個叫什麼 超大 那個 那個叫什麼 然後停在德島 他說 史上第一大的 那個 然後第一次停在德島 他說 那是台灣人 就是台灣過來的 然後我就說 泰山你能不能 就代表 好像是Costar號 應該是啦 叫什麼 科斯達 對啦 公主號 對我記得 德島線說超大一庭 然後剛剛 他們全部都要 放到德島的時候 他們要準備 上來 就是要準備離開 你到準備要離開的時候 他說 泰山你能不能 去那邊迎接 然後 他們準備了一些扇子 扇子要發給 那台灣的民眾 然後很開心 就當作回饋 泰山在這邊打球 一來的時候 就因為我們德島沒有錢 球隊沒有錢 本來是用發的有沒有 怎麼那麼踴躍 然後我們社長 就直接在那邊講 一百塊 一百塊 然後我就在想 不是用送的嗎 怎麼變成一百塊了 然後我就一直有了 很多人才講 我說這個 這個社長很會做生意 真的聰明耶 然後很會做生意 然後就一百塊一百塊 然後就這樣子 就上去了 你知道 郵輪要離港的時候 要多久時間 他要港 最起碼要三四十分鐘 他的船 會慢慢慢慢的離開 因為那個 郵輪要那個 然後大家都在 全部都在那個地方 三層很高 四層 然後 那個阿波 我的一直在那邊跳 然後我就在那邊 突然 我有一個想法 我怎麼好想回台灣 然後我就在那邊一直舉手 他一直搖手 然後 那時候我就在那邊 我就大喊 我就大喊 我想回台灣 然後 然後全部的人 我也不曉得 他們這樣樓層這麼高 他說 泰山 一口同聲的 講這一句話 喔 我的眼淚 真的 真的 真的那種感覺 你知道嗎 他說我想回台灣 他說泰山加油 然後他們全部大喊著說 那個電視台也都這樣 在旁邊播出 震撼起來 震撼起來 有看到那張照片 這次沒有放進去 真的很震撼 超大 超高的郵輪 那個四十分 我剛講說 三四十分鐘才可以離開港 然後 你知道那個阿波湖的 他們以為一下子就可以離開 他們就一直在那邊跳四十分鐘 然後到後面說 他們說說不了了 我能不能站起來 就這樣揮手就好了 我那時候 就覺得那種地方 其實那時候想起來 有蠻 就是鄉下地方 有這種熱情 對很熱情 那看一下這個是觀光嘛 在職棒打球之外 好像有去一些地方玩嘛 對 我剛剛有講過 我們一結束之後 我們都會到處 帶孩子出去走一走 去觀光 因為不可能每次就是練完球 然後就帶在家裡 然後就孩子陪著我這樣子 那我會利用我的時間 到處去走一走 甚至有可能我會先到 離我們這邊差不多 從這裡到高雄的距離 到高雄的距離 到高雄的距離 然後我可能會先做球隊的 巴士先過去 然後那個時候 另外一個地方叫做愛媛 對 鞋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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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媛 然後另外一個職棒選手 也去那邊打球 叫楊建福 然後他是愛媛隊的 他是後面過去 然後我就說 媽咪你要不要過來 然後順便跟阿福 一起吃飯 晚上一起吃飯 然後他就帶著我兩個孩子 開了三個鐘頭 對 真的過去要三個鐘頭 要 兩個多鐘頭 因為差不多快到高雄 那個距離 然後我就去那邊 然後就跟著阿福吃飯 然後 然後把阿福這樣子 然後說 你多久沒有講國語了 他說 我都常常跟手機那邊 用那個什麼 視訊嗎 不是不是用手機裡面的那個叫什麼 哎 對對 對對 他說 我現在要做什麼 哈哈 他說他只能跟著手機這樣講 因為他沒有 因為我最起碼我還有翻譯 他什麼都沒有 然後他們的 我覺得這次的 老闆隊友非常好 得到線隊友很好 然後讓我住得非常好 我住的地方很漂亮 新的 然後我前面就是百貨什麼的 就是我們那個社區的 就像家樂府 類似這麼大的 那個賣場 然後 那時候我們吃完飯 帶他去的時候 他就一直覺得 他好無助 你宿舍在哪裡 半山腰 我就這樣子 到他那個宿舍 然後我就覺得 你宿舍是這樣子 那我進去看一下 嗯 好加油 哈哈 所以他就覺得 好想回來 來我這裡打 對啊 你就是得到性的VIP 你知道嗎 真的是去那邊玩的 真的 好我們來看一下 你去了哪裡玩呢 這個是你記得嗎 這個 中央公園 這好像離那個 得到車站不遠 就是我剛剛那個 下車的地方 然後這個地方 然後我們在那個 我們有時候會在底下 就是賞櫻花的時候 櫻花 櫻花 就是櫻花 對櫻花 然後底下 因為我們 因為我們以前在台灣的時候 看著電視 就是日本人很喜歡在有櫻花的底下吃飯 然後我們也是跟著想要說 學著他們在櫻花底下吃飯 哇那個 很漂亮 你知道在櫻花底下吃飯的感覺 味道還是一樣 就是吃飯 那我也不知道 為什麼他們喜歡在櫻花底下 可能拍照起來比較漂亮吧 可能吧 對 可是真的很漂亮 對 這個地方其實真的是還蠻適合賞櫻花 因為它離車站很近 來看一下 它真的很漂亮 那時候你們去的時候 是這樣算是已經開得很滿嘛 對不對 整個整片都是對不對 都很滿 然後真的是我們有櫻花的 或哪一個地方漂亮的 不只是得到的 隔壁隔壁村的 我們都去了 對啊 隔壁縣市的都去了 你看有看到很多 他們大家這樣鋪一片 都在吃吃 在那邊吃吃吃喝喝 我也不知道 原來我有嘗試過這樣就好 嘗試過 大家有去日本這樣子鋪著吃便當賞一過嗎 有嗎 感受一下其實還蠻有趣的 對 然後這個是我要跟大家介紹一下 就是 在中央公園旁邊其實還有一間 就是當地人很推薦 就是不貴 但是是當地比較有名的高級和果子店 對 這些地方有可能以後會跟泰山哥一起去 所以我們先認識一下 那在那邊大家喜歡拍網美照 就可以學我拍一張網美照 等一下有雨傘 照幾張 拍很久 就是 其實因為它離中央公園很近 所以呢 大家買個名產拍個照就可以走 好 那再來就是 大家都知道 想要得到線就是什麼五 阿波 那你們知道阿波五 他們每年不是有個大祭典嗎 對那這個大祭典其實是日本的三大噴霧 泰山哥是不是有參加過 我參加過 你有沒有永生難忘 難忘 然後那你去的時候是真的有像這樣嗎 這個是 這是屬於付費的 因為這是屬於專業的 然後他們都會有一個專業的舞台 然後那個地方 然後它圍著 然後你要進去看這些專業的 你必須要付錢 然後他們會有 就每一個團體都會不一樣 那時候 阿波五季快到的時候 那時候我很喜歡帶我孩子去公園玩 然後他們的公園真的很漂亮 又好像是遊樂場 所以我的孩子很喜歡到公園玩 可是你到了公園 你常常就會看到有人在那邊練舞 你就聽到 超認真練的對不對 非常認真 對 那陸姐姐想要先抽獎是嗎 想要來這麼快就要嗨一波了是不是 太多了是不是 你確定 那抽中的人要跳阿波五需要嗎 可以 因為我們現在來送阿波五的這一個 他的樂器的徽章 徽章 這是很特別的喔 因為我知道有些人抽獎券還沒完成嘛 所以我們就叫號碼的方式 就是我們現在的張開山簽名會的那一張話碼牌 已經發到60號了 那我們就邀請張開山來 泰山哥要負責幫忙抽獎 喊個號碼 我不要我不要當壞人 你們當 我從來不當壞人 你一個 你一個一個就好 你姐姐你先 姐姐來說 好因為那個 泰山哥喝個水 那我們就是大家號碼牌都有了 陸姐姐我是 陸姐姐我隨便說都可以嗎 那我就用今天的日期喔 這一個是用這個來支隊喔 因為應該有其他人抽獎券還沒進去 好49號 49 來來來 今日的VIP49號有在嗎 應該有啦 沒有喔 有人拿到49號嗎 來來來來 今天是12月25號嗎 今天是12月25號嗎 25號有沒有 有人穿49號 泰山哥再來一個 人家第一個人過來的 我們一定要選1號 喔是是是 泰山哥就是帥 1號誰 1號 你看你家第一個排隊的 對 從昨天排到現在呢 那給你們搬 好那泰山哥就 那這樂器都很可愛 那你就給你隨機搬 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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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來1號因為等很久來給你先選 要選哪一個 好那就來 男生女士優先 泰山哥真的好貼心喔 謝謝 剪刀石頭布 沒了沒了 好那要繼續還是繼續抽 繼續講 那他們三位怎麼沒有跳阿破舞 害羞 害羞 我們剛已經跳過了 那這個阿破舞 我們要繼續看一下 因為那個 泰山哥你們一家人都有去跳對不對 對 這個你們 真的很想換那個 call in小朋友出來跳 怎麼這麼會跳呢 你看 這個就是 我們之前在 我們德島也有一個地方 然後這個是在三號市 喔西部那邊 密經那邊 也是德島信聽的其中一個 對他另外一個分部 分部的一個 然後我們在 其實我們在剛開始的那個 前面那一個 那個德島信聽的 那個德島信聽的 沒有你那個 前面的這一個 然後這一個 是在市中心 市中心的 差不多一 每年我聽說 八月 差不多有十幾 對 十萬一定有 十萬我記得二三 那時候跟我講說二三十萬 看一下喔 一個小小的地方擠成二三十萬 對 二三十萬的 然後那時候我們去的時候 他們說 我們要 球隊裡面呢 你們不能開車去 然後因為那個地方 真的找不到停車位 然後坐電車 然後那時候穿球衣 然後穿著球衣 然後就開始 然後那時候有一個台上 然後叫我上去講 不會是 然後我就在那邊 然後我就在那邊 那我要講什麼 我也不會講 也是一樣 沒有啦 我就這樣打聲招呼 然後我也不知道 然後我就講國語說 謝謝 然後他也不知道 做什麼 然後就開始一路上 就開始跳了 就開始跳 然後就再得到先聽 然後另外一個 就是因為 他們真的很重視泰山 然後也希望說 泰山能再到另外一個 三好市 因為那邊 你要變成是 跟那個三好市的市長 一起做開場 然後我們那時候 這個就是三好市長的 不知道是哪一個 就是那樣 不好意思 就是 就是其中一個 然後我們這樣 錢採完之後 我們就一路上 差不多一百多公尺 兩百公尺 跳這麼遠 跳這麼遠 然後就一直這樣子 一直這樣子跳 難怪你很厲害 當然 真的 要再重現一次嗎 我們剛剛已經跳完了 對 沒看到朋友就回看 你看那時候 妹妹他們都很可愛 都這樣子跳 超可愛的 真的 現在會害羞嗎 還是要跳一個 現在他們有偶包 有偶包 好來 那這個是跟球隊一起過去的嗎 對 我剛剛說的 就是在這個地方 然後叫我先出來講講個話 然後我講什麼 他們一直在那邊大笑 因為他們也聽不懂 所以他們必須要我講 然後我們就很喜歡 在那個地方 因為非常的熱鬧 就是我剛剛 這個地方 就是我剛剛在那個 拿著行李 拿著球棒的地方 德島車站那邊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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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那個時候就是路上 全部都在跳舞嘛 對 全部都 你看到一直在那邊跳 也就是這樣而已 就一直這樣子 我也不曉得 為什麼要一直這樣子 那一般大家觀眾都可以 一起下去跳 非常的歡樂 非常歡樂 這個也是我們台灣人 那個過去的 然後現在在威權 叫一個叫陳秉杰的球員 他也後面 因為他回來的台灣的時間 因為來不及選秀 然後他再繼續打 然後他就想要來這裡 然後沒多久 就我有一個伴了 對 我的辣妹有沒有在裡面 我就一直找不到辣妹照片 我的辣妹在這裡啦 他也穿和服 終於了 這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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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辣妹出現了 在妹妹的旁 那邊有沒有 在妹妹的 就是那邊 對 這一位辣妹 好 那這個阿波舞技 其實 如果不在舞技的時候 還可以到 這個地方 對 這個阿波舞會館 對 其實離車站也很近 走路就可以到 那他這個是 一樣有表演 那一樣也會請大家 就是上去跳 上去體驗一下 對 然後還會就是 最後選出幾名 就是得獎者 然後頒獎 對 那我也是隨便跳 就第一名 因為那已經安插好的 你就不能夠讚賞一下我的舞技嗎 他剛剛真的很漂亮 有有有 我有聽到 對 非常的厚 那這個 泰山哥你有到這個地方嗎 那這一樓可以買很多的 有有有 是我老婆他們去 對 那他們應該買得很開心 因為在這邊可以買到各種 得獎獻的特產品 那說我要回來的時候 可能要買一些特色的東西 就跑來這裡 對 什麼都有 那講到得獎獻的物產 除了拉麵之外 會想到什麼 還是拉麵 還是拉麵 你在會介紹很多美食 我們台灣人很奇怪喔 他們那邊 他們吃拉麵 不喝湯的 可是我們台灣人很喜歡把湯喝完 無論多鹹 真的有夠鹹 可是其實得獎獻的拉麵 它真的是 口味偏重 然後偏鹹 然後最後要把飯再丟下去 再丟下去 攪一攪 然後他們 無論生 那是什麼 天氣多冷 旁邊就是配冰水 然後加冰塊 對 這個泰山哥 你再那麼冷 你也一樣照這樣喝嗎 對啊 真的喔 我覺得我不行耶 因為 對 對 日本人有這種習慣 每次我比完賽 然後他們都喜歡 他們都知道 我很喜歡到另外一個 一個小小間的一個 那種比較食堂 小小的那種餐 那個叫什麼 麵店呢 得到拉麵 不是還有一個 麵網還是 麵網嗎 就在車站旁邊那個 等一下有 對 你的最愛嗎 對 我的最愛 我們等一下看一下 那我們先看一下 就是在路上 大家其實都可以看到 泰山哥你記得嗎 你在這邊拍過一張照 好 那我 那我再講這個 球員呢 然後他在後面幾年 他曾經放棄了棒球 然後在後面幾年 我又過去那邊 當客座教練的時候 然後我就 因為我們一地訓練 到一個地方 然後跟他說 他有一個試練 有夜間的 然後 我早上一起來 我就聽到我的翻譯辣妹 就跟我講說 他每次都晚上練到 凌晨一點多 開著燈 凌晨一兩點 然後早上 我一到球場的時候 他又在那邊繼續打 繼續練 好像 有在睡覺嗎 對 我不曉得他有沒有在睡覺 然後我就馬上 當我知道說你過來 我直接 扒一下他的頭 我說你這樣子體力 你要如何練出好的 那個東西出來 對不對 效果 好與不好 你應該多了解嘛 如果你在那邊 疲憊的東西 你練出的成效 已經不是那麼好 他就講我一句話 他說 因為我們在這邊 一地訓練 差不多兩個禮拜 回到我們自己的 主場的時候 就沒有這種 室內的可以練 他想說多練 然後他在去年的時候 然後他就跟我講說 又透過翻譯拉妹說 他很開心 他被巨人隊選上 對 現在還在巨人 有練習 然後有努力 非常努力 對 因為這張照片非常吸引到 我就是 這個阿波 我就是故意的 對 大家都一定在這裡拍照 固定的啦 那之前就是 有電視台過去拍 也是選在這個地方 當一個開場 好 那 這邊 再跟大家介紹一下 對 這個 纜車呢 其實也是在市中心 對 那這個纜車就是 可以看得到得倒市的 整個夜景 那 這個車子很可愛 小小的 對 那其實也很短啦 短短程而已 那大家以後的話 就是如果比較喜歡貼近 你有坐纜車上去 有 咻一下就到了 我都是開車上去 對 因為你都有人在 沒有 你就是有 球團有給我一台車 讓我可以到處玩 對 我聽到就是你們一架人 都是自駕 還會載球員 通常在那裡的洋將 我們就算是洋將 然後 不可以有車子給你開 因為我是台灣的球星 對 所以他就給我一台車讓我開 然後每次我要轉彎的時候 就是那個 那雨刷在那邊 一轉彎 怎麼雨刷在那邊 所以我就去那邊 就我們一路上就這樣子 到處玩 然後我都會自己開車 開到最山頂去的 對 因為那個地方都會看夜景 很漂亮 對 很漂亮 而且就是很近 那這個是就是 因為日本啊 神社大家都喜歡嘛 那這個神社特別有故事 他是有一隻牛 然後他這邊是合格稱號 所以就是你想要什麼 你就去祈願 然後寫上匯碼 寫上合格的匯碼 那這邊的話 比較特別是他旁邊 還有一個 結緣的神社 他們是併在一起的 一個學問神社 一個結緣神社 然後按照這個愛心走 然後再祈求 就不這樣 你是不是要放銅板 也可以 對 我覺得有一個是 你的銅板你要會有 對 泰山哥也有去對不對 放銅板 你看看 光光大使餒 真的 真的 那這個地方是也蠻建議大家 因為就在阿波五會館旁邊而已 然後也可以看得到這個藍車 就這樣我講到一個神社 我剛開始報到的時候 然後我們要議題訓練嘛 那時候我也不曉得 然後 然後球團就說 我們要到一個地方 那個地方非常的漂亮 他後面就是好像峭壁 就是在深山 就一個廟 然後我們慢慢走過去 然後它是整個山的 這樣 好像是蓋著那一個廟 然後 我們去那邊做什麼 打坐 那時候我會 老闆有沒有跟我講說 我們要去打坐 我穿著牛仔褲很緊 然後我怎麼 那時候 那時候怎麼打坐都沒有辦法 然後如果 然後旁邊就會有一個 那個叫什麼 那個 住 住持 公司之類的 然後只要你的頭一歪 或者是你在那邊 打呼的 他那個 就拿那個這樣子 摳你的頭 你知道嗎 我還沒有這段體驗 你的頭應該更痛 因為他們不敢打我 我求心 所以他有在你後面 這個人不能打 他說這個不能打 就這樣到旁邊 都打小孩子 這個體驗是 台灣人可能比較少 但是真的 有推薦 真的打坐這樣子 那時候打坐多久 40分鐘 完全不能動 不能動 就真的一直做的 然後你腰很痠 我都這樣撐 所以球星都不會被做 球星就不會 他要打的時候 我是球星 他就移到旁邊去 所以他們聽得懂 我是球星 四個字 這個地方我沒有去過 但我以後想要跟 帶三個去 親子 因為你們一家人非常適合 你們有去過 媽咪 媽咪是司機 媽咪上來講這個地方 他們也有偶包 我們家族比較有偶包 我沒有去過 那我分享一下 因為其實四國也有動物園 那就是在得懂 他算是四國最大 那他這邊的那個動物 其實連那個這個 水豚菌也有 這是他的生日禮物 一個蛋糕 南瓜蛋糕 那這個地方也是 推薦給大家 再來 泰山哥 你知道日本最高的山 是什麼山嗎 我知道 它就是那麼高 對 最高是富士山 那這個山你去了嗎 我 我沒去 但我以後要帶你去 就是 這個是日本 全日本 最矮的山 最高的 最高是富士山 沒有這個也最高 那你知道 他就是 從開山到現在 一個山難都沒有 零山難 不到一層吧 對 因為他其實高度只有6.1 就這樣子而已 對 然後呢 他 就這樣子而已 他日本最低的天然山 就像是一個石頭 這樣子咻就下來了 差不多 就是你正常走的話 應該不用到一分鐘 就登頂了 對 然後登頂之後 你也可以拿那個 登頂證明 對 就是自己投一百塊 自己拿 對 對然後富士山雅治 有來過 那這個地方就是 如果別人問你有沒有去日本爬過山 你說有 就這個山 對 推薦給大家 來 這個很 鹹 就是 你都很喜歡把那個放在我旁邊 就是那個球眼 對 因為你們照片 就這張最最顯眼 對 我們都喜歡在 我很喜歡在這個地方 所以我常常在我的臉書寫日記 所以我就會 只要到那個臉書 他就一直從我那個臉書那邊 一直截圖 對 我幫你故事全部看一遍 然後我在那邊看一下 我又懷念了 對 這個是離車站很近對不對 對 就在車站旁邊 就走過去 因為旁邊的那個我都吃過了 然後這個是最適合我的口味 那他最適合你是因為他的那個湯頭很濃郁嗎 湯頭很濃郁 還是麵很Q 然後 還是因為蛋很深 像那個愛我的球迷們 然後他們本來都沒有出過果 然後當我知道說我在日本的時候 他們都是第一次出果 然後去鄉下 人家第一次出果是要到大城市 他們是要到鄉下去那邊 然後 一來 我一定是帶他們去那邊吃 可是來到德島就一定要吃這個 沒有錯嗎 對 這顆生蛋 泰山哥會OK嗎 因為德島縣 最最著名就是一定要這顆生蛋 對 然後他們那個 雞肉是可以生吃的 真的 雞肉是生吃的 對 為什麼可以生吃 等一下會有介紹 好 那這除了德島拉麵之外 現在新的口味 進步的叫做酸橘拉麵 它一樣在 就是 車站走路 也是差不多十分鐘的距離 就是把德島縣最有生產量最多的酸橘 把它擠下去 這也是另外一種吃法 再來就要講到生吃的肉 嗯哼 那因為其實德島縣他們養的這個地雞 叫做阿波尾雞 那也是日本裡面的品牌雞 那這阿波尾雞其實是戰鬥雞 跟一般土雞 把它混合養成的 所以它比較大隻 比較大隻 很好吃喔 對它肉很彈 對 那個泰山哥你是不是有整根拿來啃 我都是對 我都是吃這個 你是不是這樣整根拿來啃 是的 對那這邊的吃法就是要把酸橘擠下去 對那整根肯也可以你要切也可以 但是你那時候吃的時候 問你要吃媽媽還是吃小孩嗎 沒有講 因為你吃的都是比較Q彈的 那個叫做 比較有咬勁的 還有比較硬的 媽媽那個是媽媽 媽媽 小孩是比較嫩的 那個好硬喔 我怕我牙齒都掉下來一下 就是大家去的時候要稍微就是選擇一下 如果我是當然是選小孩 但是吃媽媽吃小孩 聽起來有點殘忍 但是就是 比較有咬勁跟比較嫩 然後另外生吃的是 因為 欸 阿波瑋雞是一個很肉 肉質非常好 所以它可以生吃 生吃起來是蠻Q的 我是沒有吃過 對 可是台灣人可能不太敢嘗試啊 對對對 那如果不敢嘗試 還有另外一種真的 用真的 這個也是很好吃 好 再來介紹是就是 一般大阪燒 你們都會想到就是去大阪吃嘛 那你們有想過裡面加紅豆嗎 沒有 那如果加了紅豆大阪燒 有人會喜歡嗎 有人喜歡這種甜甜的 泰山哥會喜歡嗎 不要 我是分兩邊的 你是鹹派的 我一定要是吃完才可以吃甜甜 所以我吃完鹹的一定要吃甜甜 那你在德島縣有沒有常去吃甜甜 一定 有齁 因為德島縣的人特別喜歡甜甜 你看我身材就知道 我本來想起來還是忍下來 哈哈哈哈 那德島縣的人非常喜歡吃甜甜 所以呢 他們就把紅豆融入 然後沒想到就意外好吃 那大家也可以去試試看 那再來就推薦大家一個餐廳 就是釣魚餐廳 那這邊是釣完之後就可以把魚拿來烤 或是直接殺西米 那這個地方呢 就是因為是比較新的地方 他這邊還可以看海 對 然後還有物產可以買 對 這物產 對這個也是大家可以收集起來 泰山哥 這張照片我故意放很大 因為這是蝦子 這是蝦子也太大了吧 對 他們是有一個 一個 我也不曉得那個地方是什麼 它是海鮮餐廳吧 對 就海女 對 全部都是這種 都是海女去補回來的 對 現場補 然後就直接馬上就可以吃 那個蝦子 這很大隻 這蝦子 難怪你的表情是由心而擺出來的吧 不是刻意的吧 我又看到髮型 頭髮都長出來了 吃了就頭髮 對 就吃一次而已 所以頭髮就這樣而已 我看到有在這裡 那這個地方就是海女料理 就是比較新鮮的 那我記得好像價格也不貴啦 對不對 好像是非常新鮮 那這個是文藝的泰山哥也會去喝咖啡喔 這間咖啡店幫我們介紹一下 這個咖啡喔 就是 每次我去那邊吃的時候 然後 他就會 是不是還有餐啊 我記得 有有有 就是他這裡面有減餐 類似長這樣 然後每次我都叫我孩子 幫我點 因為他們都會講 這個 這個 一多字 這個 很棒 二多字 其實都是我孩子 我不曉得孩子 比較 厲害 比較敢講 那泰山哥也是記得很清楚 一多字 都是他們教我的 然後晚上 那時候 什麼 爸爸我要吃什麼 麥當勞 他們就會講什麼 妹妹怎麼講 生徒 蛤 麥當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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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小孩子 我到現在還是不會講 所以 那我們常常就會去 我很喜歡在這個地方 因為他有一些翻 或者是比較簡易的 他這個咖啡畫得超可愛 很可愛 他都會畫圖耶 我記得還有一個地方 也是 好像也是 然後我家 因為我很喜歡喝咖啡 然後在喝咖啡的時候 我想說 欸 什麼叫咖啡洞 那可能是咖啡裡面再加洞 然後 我一過去的時候 我就一直 我就 我就我記得我也照起來 我的咖啡在哪裡 為什麼裡面都是洞 洞 全部都是洞 你說 是果凍那種 我還說是果凍加咖啡在裡面 所以他叫咖啡洞 只有洞 對 就洞 我說我的咖啡咧 然後我也在那邊笑笑到不行 啊好吃嗎 嗯 就是果凍嘛 果凍 我本來想要喝咖啡 可是就是洞而已 好特別喔 真的用吸的這樣子 好 那其實日本啊 咖啡的消費量 得島算是不低的喔 所以在得島縣是可以到處都有咖啡館對不對 所以我常常就是比完賽或者是中午休息的時候 我一定要去喝個咖啡這樣子 得島縣那個車站旁邊有星巴克反而不會去 反而會去這種小小咖啡店 很有味道喔 像我住的地方旁邊有都是這種 類似上老鋪老店那種咖啡店 嗯 滿有味道 滿有味道喔 對 他們有時候會在那個田園旁邊 開就放在一間就這樣 如果疫情過後 就是真的可以 泰山哥帶我們去你熟悉的地方 這樣可以嗎 好棒 我幫你免費當翻譯可以嗎 真的可以喔 真的真的 一多字 然後他們每次都在笑 其實大家只要學一隻二隻米隻 然後這個阿咧其實就可以了 一咧一咧這樣子 好 那這個也是推薦給大家 就是日 以前得島縣那種便當 是用這種傳統的三層式的 那演變成咖啡店哪裡裝甜點 其實我傑西不太吃甜點 我都是去拍照而已 我不吃甜點就是覺得很特別 然後以後去就交給泰山哥吃 吃交給我 對 我知道 那我交給你 對 你還可以很有空間 沒有關係 謝謝 對對對 門都走進來 沒關係沒關係 欸 泰山哥在 那時候去還沒有 這也算是新的 有了有了有了嗎 我這後面的時候 再去的時候都有了 好買齁 對對對 好逛齁 就是新的百貨公司 對 那泳望他這個很厲害 他設計成阿波五的帽子 對 然後藍藍的顏色 非常漂亮 小而精緻 裡面非常的可愛 以後真的不知道疫情什麼時候 好啦 我們以後就是可以 就是拜託泰山哥帶我們去 好 泰山哥你有吃嗎 全日本大家都 因為只有在德島買的到這個大野海苔 是嗎 對 其他就是要網路買 然後所以呢 就是現在有人在代購 但是價格就變很高 那因為這個海苔呢 就是德島人的日常 家裡一定會放一罐 那對本來就是之前都會 就是讓大家試吃 那疫情的時間 這次就沒有試吃 那希望大家有機會去的話 就在德島買的到 所以我們以後去的話 連德島7本都買的到 對 所以現在也是 每次在大賣場 因為他們的 消費只要在 好像是賣場喔 他們有一些手指啊 然後只要到 好像某一個時間點 他就會本來是原價 然後到時候 對對對就會 那個對折 所以我們以後要那個時間去 那就以後我都在那邊那個 大家有沒有那個時間去 我都在那邊說 折假的好可以可以來了 如果買到三折的最厲害 大概最低最低 三折就被搶光了 不會再低了 先從七折五折三折 他有時間點 對時間點 但中午 吃飯時間 中午過一個小時後 就會開始打折 對 然後 我記得有一次是旁邊一個阿嬤 跟我同時看一個打折 只剩最後一個 那阿嬤看著你就說 應該讓給我吧 我也是喔 那還跟人家搶 對 但我是觀光客人 好 那這個 因為德島縣最厲害 就是這個藍藍 所以你看 我們的寓衣都是 要來抽個獎嗎 對 藍藍 對 那其實 我們台灣很多藍藍 是由德島縣一些師傅來教學 那這個 藍藍呢 已經就是 阿波藍 阿波是德島的股民嘛 所以就阿波藍 那其實2020年的奧運的那個 藍色也是出自於這邊 要抽獎了嗎 陸姐姐 好 那我們這次抽獎呢 一樣就是請兩位選 各選一個號碼 好 那我們也要用那個簽名的那一張來對 齁 但我都不知道 腦袋會一片空白耶 還是 對啊 欸 你要抽三個嗎 那就要三組號碼喔 Lucky number 好 泰山哥先來一個 泰山哥你的生日 我記得是 你是天蠍座 跟我一樣 所以我記得非常清楚 然後 那就用你的生日吧 好 用我的生日 我記得你是天蠍 所以是10月 跟我差不多 那你意思是要10號嗎 10月的後面那個日期 31號 對對對 那10號跟31號 10號跟31號 10號跟31號 10號31號 好 恭喜你們 那還有一位 因為泰山哥總統拿了三個籃籃製品 還有一個 泰山哥還會想到什麼號碼嗎 沒有人要呼喚一下自己的號碼嗎 26號 其實坐前面就是 大家懂喔 要怎樣 坐在前面就是有這個好處喔 如果了解泰山哥的話 非常親近的一個泰山哥 那這個手帕就是 藍藍的手帕 對那大家齁 等一下喔 因為其實禮物還蠻多都有機會 都有機會 泰山哥我跟妳說 這段我沒叫妳放什麼出來 泰山哥齁沒錯啦 其實看得出來 剛剛有講過 那邊這邊的慢一點 不對是說 這邊庫存有稍微 然後這邊的話只有限定幾個 就隨著再送 再送嗎 那號碼妳要想喔 這個扇子很可愛 都是日本 這一隻多少 這一隻 這我愛耶 這送出去的話 我怕妳就要花 所以我相信一定沒有人要的 欸 這也是從得到來的扇子呢 這個是阿波五的那個 對 阿波五的那個 那全部都有坐飛機 坐飛機的齁 特別講一下這扇子 這個阿波五的連隊 全部化成Q版的圖案 得到現在最著名的連隊 全部在這裡面 那一隻是今天跳舞用的 那我的照片呢 你的照片呢 直接大家自己貼上去 不是 我之前有一個屋 有嗎 剛剛有說過 我不是 我不是有說過嗎 就是本來是說 那時候那個 那什麼公主號 那時候是做妳的扇子 那時候我們是送扇子 然後上面是我的照片 然後那個照片怎麼來的嗎 拍照照相 耶 他就這樣子 就把我放上去 然後那個時候 然後我這邊找一個痘痘 跟我一樣 今天找一個痘痘 我放著一個痘痘非常大 他就直接把我用成這樣 這樣子 這麼大的一張照片 然後一個痘痘在這裡 那把扇子我想要 還有嗎 哼哼哼 真可惜 那我們來抽 喊個號碼 來我們換個兩個號碼 那 右邊那一隻的話 是從那個 五技帶回來的 得到那個 阿波五技帶回來 也是蠻有紀念價值的 那我就 隨機喊號碼 就不做 關聯信 好 15號 來繼續 繼續 不是我 不好意思 剛才有喊 剛才有得到是嗎 沒有 我有重複嗎 因為我不用這一次 你有這樣的想法嗎 我們可以採訪你 你有這樣的想法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就是這樣子 來上台 來上台 我真的覺得太詹哥 你真的很有才 你 然後再來 潔西姐姐兩個號碼 我感覺如果 你可以 也可以打個差 我就換個號碼 好 那我再喊一位 我們喊後面 兩位 我們喊後面的號碼 來 58號 有嗎 今天有到58個人嗎 有 今天到60 60 那就 58跟60 好了 60 60在嗎 太好了 OK 你看 很開心 非常好 其實今天大家真的很配 我們今天就free一點 對 我們本來就很福利 到現在 我怕講不完 OK 所以你快點 好 那這個是新的 我們兩個都沒有打過的 對 去年才登場而已 好的 新的那個 籃籃的 那個觀光列車 這個是伸手出去 可以感受到外面的風 對 那這以後我們再去搭 我們已經一起搭 好 對 以後可以訂便當吃 可以 漂亮 好 那這個也是 我也沒去過 就是剛才那一台車會經過一個 這個站叫做學站 就是 因為你走進去是 路嘛 進路 所以路學 所以就是有一個那個 路學 祝你順利路學 日本人只要幫小孩 祈求 考試合格 都來這裡 這是無人車站 所以自己投票買 投錢買 好 好 這裡 台湘哥有沒有很懷念 這懷念 你們怎麼敢坐在這裡 我都不敢 對 我不敢坐在那邊 因為它是在 這個地方就是在這個橋上 這個上面 然後非常的高 然後下面就是有類似這個 它最有名的一個漩渦 然後呢 每次我的球迷來得到的時候 我老婆必定去開我的小白 帶他們去 因為有時候要比賽 然後可能到一定訓練 然後他們就會在那邊 然後就常常 所以他可能去了不止五次 差不多五趟以上 然後就一直去 然後就是帶他們這樣子 好 又有人要來了 然後他就帶他們去 然後有一次我們想說我們去看一下 因為 這個不是說 每次都可以看得到的 那個漩渦不是每次都看得到的 對 它一天就是有那個時間點 對 又是一個時間點 然後 可是那個時間點去的時候 不見得會有這麼大的 對這個要看人品 所以我們就 因為我們 我們這個家庭呢 就是人太善良了 我們就一路上 因為那邊不好坐車上去 然後交通比較有一個 對他那邊 開車是比較 比較方便 但他有點高度喔 對然後那時候我們就一路下來 我們就聽到 欸講過意的緊急煞車 你是台灣人嗎 是 那你們在幹嘛 我們在等車 好你們要去哪裡 車站上車 我們就這樣子一路 你看看我們也不曉得到 是好人還是壞人 我們 其實相遇的到都是好人 因為我們那個小白又小 只能擠一下 對 所以那時候我們就要聽到 台灣人的聲音 對 因為他們那邊幾乎都是坐公車 可是坐公車也會 所以小白也算是 我們的小白也是我們的 巴士 光光巴士 對 那這個地方這個是真的沒錯啦 就是要有時間才可以看得到 對 這個地方很漂亮 很少人敢直接這樣站上去 因為它看下去就是這麼高 高度蠻高的 很恐怖 對 所以你們站在這邊 很好玩 勉強露出笑容 對 好 那給大家看一下這個地方 欸 泰山哥你是搭這個大船上去看嗎 我上面都有 因為你也知道嘛 球星的待遇就是不一樣 也可以從上面也可以坐船 然後去跟著 但是跟大家講一下 上去還要再加錢 進去 是一個票價 往上再加一千 所以球星都不用 對不對 對不用 所以球星一定不知道這個票價是多少 因為不需要旁邊看就好了 對 那這個還有 欸 小船就是可以潛到下面看漩渦的那條尾巴 喔 那個太恐怖了 對那有點恐怖 那這個是如果大家喜歡更高一點 可以坐這個很長的 這個從下面這裡 坐上去 然後手扶梯 然後從上面挑 這地方真的很漂亮 真的很漂亮 這個海峽很漂亮 這個橋很漂亮 你說跑步是跟辣妹跑步在這裡嗎 對就是這樣子 我猜是這裡欸 這個是你在跑步對不對 有沒有看到越來越瘦了 那時候我本來進去的是這樣子 然後到那邊 就是說慢慢說 因為有時候在那邊打球真的很辛苦 然後 可是卻很快樂 為什麼 有時候我可能凌晨回來 凌晨回來 然後我可能凌晨差不多五六點 我要起床準備要到 要比賽 昨天晚上是比晚上的 然後隔一天可能是比中午的 可是那個車程都是在一兩個鐘頭 然後甚至有一次我們去 啊 敷缸 然後 從這裡去敷缸 對然後 坐飛機吧 坐巴士 因為球隊經費 嗯 有限 所以我們 凌晨十二點出發 凌晨十二點出發 然後 我都還沒有辦法睡覺 因為椅子太小 因為我的辣妹長得太可愛 要跟我擠 然後 那時候他們本來就說 欸 我去這樣 我們有一個BIP的那個座位 你要不要坐 這樣子 那時候BIP座位就是那個走道有沒有 可以躺著 然後我一躺的時候 因為太小了 我這樣子 我說我沒有辦法睡覺 所以我還是坐在 然後全部的人都在睡覺 只有我一個人 只有我一個人 還在那邊 跟司機沒有睡著 然後 然後 因為我旁邊的小孩子 因為你知道他們的打呼聲 好像交響樂 在那邊 然後 一到了 那福岡的時候 就馬上練習 就馬上練習 沒有沒有 這麼硬 馬上練習馬上比賽 所以那時候 我根本 那個晚上根本 都沒有辦法睡覺 可是要馬上比賽 所以那時候我是打DH DH 就是不用手臂 只有負責打 所以我就跟我的小朋友說 因為那個 福岡就是那個 軟 軟影的球場 非常漂亮 對福岡球場很漂亮 可是那是二軍的 可是他用了新的東西 非常漂亮 然後我們就在那邊 你知道 在那個地方 然後 我就說 我就跟一個球員講說 我跟一個 有 阿達嗎 沒有沒有 很累 很累 然後就說 睡覺 我打的時候叫我 哈哈哈哈 有真的有睡著嗎 我就打完之後 然後可能打安打 或者在上面 如果是沒有被打安打 然後下眼的時候 我就到旁邊先瞇一下 我就在旁邊的休息去瞇一下 因為他環境太好了 然後 我跟一個 換你了換你了 然後我又這樣去打 那一次 我受不了 真的 因為得到到福岡 距離蠻遠的 非常 非常遠 你12點出發到那邊 應該也不過 大概6點吧 6點7點 沒有到8點 8點 因為他還要從岡山再繞過去 很遠 那我發現 太陽跟你日文 就是語言這塊 好像蠻厲害的 我厲害 對 你還沒有看過我去澳洲 你還沒有看過我去澳洲的時候 澳洲講日語 澳洲講英文 我覺得你學的天分很快 你知道嗎 然後我跟你講 這是題外 先聽了不要看 那時候我去準備 那時候有蝦瓶的節日 然後我那時候要買西裝 然後我就買了西裝之後 很好看 可是我又不想脫下來 他說 然後旁邊那個人說 good very good 然後就說 嗯 然後就說 要錢 那時候他說說 要刷卡還是要那個money這樣 我的錢在我老婆那裡 然後我老婆在旁邊逛街 我要怎麼打 然後我就說 stop me now no money my wife my wife outside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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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走路 my telephone my wife come here big money for you ok 他說 yeah yeah 他也聽得懂 那時候我還說 my wife outside go go 我還比這樣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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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用手你看 我就說 就這樣子 我就叫我老婆過來 去哪裡都 就是不要 自體緣 不要怕嘛 就是聽臭都可以嗎 對嘛 你就是不懂 你就是硬要跟他講 對 所以那時候 所以那時候 就是類似這樣子 然後他就覺得 哇 他說 他一直笑笑笑到不行 然後我老婆就非常的開心 說 我買兩套 就這樣 哦 因為那時候 那個很便宜 因為他們那個 是西裝是不是 對對對 現在還穿得下嗎 穿不下了 我穿一次而已 對 這裡跑步是也跟辣妹 就是他一直跟你跑 是不是 對一直跟著我跑 然後我們差不多 到了這個地方 我們差不多已經 我們是看到一座山 然後我們 可是我們就這樣 可能不會跑到那座山 可是他就是一跑跑跑 跑到那座山的下面 所以就一個這個神社 這個神社蠻寧靜的 都沒什麼人 對對對 這太早是不是 有一點恐怖 對 好 那再看一下 就是 泰山哥 四國應該都有看到這種 在走路的片路 有看 像這樣子的 然後你像我們常常去山上 或去哪裡 你就會看到片路的 就是有戴個斗頂 然後穿白衣 就這樣 這樣子 然後 他們說這個是在還院 類似 然後總共有得到 得四國有八十八個 對 那我知道你有去八十九 等一下會看到 我就八十九 剛剛就有看到 剛剛有八十九的 那大家就是還院 每一個都要走 走八十八個 走整個四國 差不多 好像走完 一個月 一個月 最快一個月 現在我上一次 再去看的時候 當觀光大使的時候 現在哪裡有人像傻瓜講 還要再走 都坐巴士 對 走遊覽車 一到那邊 然後還院 然後再坐遊覽車 要不然你要走一個月 對是走 可是現在還是有路上 也是很多人 你就看到那個路上 對就是 有一些人他可能 就是真的是還院 不只是日本人 像外國人 你有時候看到老外 歐美更多 對 那他們住啊 吃啊都是 有的人是帶一人的帳篷 那今天看適合在哪裡 對 就睡覺這樣 真的 好 好 那這個是 泰山哥 對對對 因為你們一家人 去了這個地方 對 然後又得到縣 很推薦疫情過後 來這裡 你去了 我沒有去 真的很像遊樂場 那時候我們就放在那邊介紹 你們有玩這個 這種就是 這種大型的 就在那個地方這樣子玩 這個好像是 小朋友很喜歡 你有看 你們來到這邊 就是整個這裡都有玩 它就是公園 它就是一個公園 很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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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公園 好 那再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個地方 對 這個是日本最美的一個村落 你們看照片就可以知道了 那這離德島寺也沒有很遠 那以後的話 就是泰山哥一起過去一下 我也去過 你沒有看到用那個照片嗎 你有到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很厲害 對 它算很厲害 我們先看一下這裡阿嬤 他們是把樹葉變黃金 而且你看 他們一年的黃金可以到 好像兩億多日幣 那因為他們一開始的故事就是 這些阿嬤 他們覺得 就是去看到別人吃飯的時候 那個葉子 放個葉子 就變這麼漂亮 我們這個村這麼多葉子 拿來賣一賣 然後就開始賣了葉子之後 然後沒想到就成了商機 但是你們如果去到這個地方 那些樹都是被保護的 你們看不到這些樹 因為那些葉子都是很珍貴 然後阿嬤他們有事做 就每天都在那邊 把葉子弄漂亮 這樣 那這個地方 因為他們也是一個零垃圾的環保小鎮 他們已經宣言到2020 要落實零垃圾 因為如果去看他們的分類 實在是分類太誇張 就你們想到的全部分類 然後呢所有的人都不會讓垃圾落地 所以是一個環保小鎮 那這個地方還有一個像 多多樓的山泉浴 泰山哥 以後你就要在這裡拍你的網美照了 我是泰山嘛 那要準備繩子 我這樣盪來盪去 有沒有很像 可以齁 可以因為這裡就是冬天會下雪 那非常漂亮 然後這邊 因為我還沒有去過這一個 就是要大家 這我也沒去過 對以後都是新的我們去開發一下 那這個是其實它是一個問號 就是大家一起來思考環保這件事情 那這裡面最厲害的是 它把全村用不到東西 再集合環保嘛 看誰需要的話再賣 然後它窗戶 大家丟掉窗戶浪費 拿來有沒有藝術家在弄一弄 變得很漂亮 飯店 飯店 然後大家喝完的酒瓶 還有大家衣服沒有穿 或是衣服穿過之後 再把它做成娃娃 在這邊販售 所以這個環保小鎮 就是還蠻希望就是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那這個環保小鎮裡面還有一間啤酒屋 這個窗戶通通都是大家丟掉的 把它重新組裝起來 玻璃品是大家喝酒剩的 這裡面所有東西都是再生做的 然後它其實是一間那個精釀啤酒店 然後也可以烤肉 這個還不錯 那走到西部就是泰山哥 你可能最難忘的一個地方 對大家應該對大不韋有一些了解 有人去過大不韋嗎 等一下你們看說不定 就會說我去過 那先講一下這邊 就是這一條老街 泰山哥可能有去過 但可能也 對這條老街就是人很少 那就是這條老街 對沒錯 那這條老街就是 這個要看這一個東西 那以前藍藍的富商住在這裡 那他們為了就是讓這個能夠永久保存 他們家都是很貴 這個柱子是防火漆 所以呢 燒起來其實不會燒到隔壁 然後這整條路 都是 最老的房子好像已經打一百年以上 那這邊還可以有一些小店啊 籃籃啊做河傘 這個地方泰山哥你有去嗎 沒有 對因為這個地方其實是不錯 但大家都忽略它 所以泰山哥你沒去也是正常的 它其實是一個世界三大土著喔 它這個是歷經風花雪月 很堅實很堅硬的 那這個地方的話 推薦給大家 那泰山哥這一大盆 你應該就吃不完了 真的 真的吃不完 可是三次我做的是 藝麵 是嗎 蕎麥麵 蕎麥麵 那後面等一下也會介紹到 有嗎 有有有 那那個 對因為蕎麥麵在日本 跟烏龍麵一樣都算是 對 對日本的麵 那這個地方它算是就是 比較是 西亞坡市的地方 它比較是竹林的地方 以前是工人比較多的地方 工人中午休息時間有限 所以他們就用這樣一盆 給你們 你們趕快自己分一分趕快吃完趕快走 因為休息時間有限 那它這個盆大概 就是大家洗澡的浴盆 就拿來裝麵 對 然後讓大家趕快吃一吃 好 那這是一棵巨大的樹木 它的樹林已經達一千年 你看我 我 我只有這樣一個小小的 因為它樹實在太大 那這都是剛好去西部路上會看到的 那這一個也是 一間木基的咖啡店 因為泰山哥你喜歡咖啡店 所以呢 以後會想要就是在這邊 但是進去要穿木基 這個木基就是 免費就是你都可以穿 它旁邊是木基工廠 然後就是已經是百年的木基工廠 它開了一間木基咖啡店 然後這邊阿嬤都會在這邊交流 這個是 相信這個有人去過這個地方嗎 有 有 我常去 對 因為呢 這個地方的老闆 會講一點台語 白山 又來了有沒有 你還記得這個老闆嗎 你知道他到現在都還很記得你耶 這個啦 台灣西部嗎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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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他們都 就是那個時候你去的時候 他們都很難忘記你耶 白山 一棒 你好 為了你啊 大學會啊 為你們來這裡 對 他的口音就是這樣很可愛 很可愛 對 然後他給你一些熊霸掌 還會可以唱歌給你聽喔 真的真的 那這個地方 泰山哥你有搭那個船對不對 對 這個船就是去看那個一些石頭 它那個水非常的乾淨 然後他 如果說你這樣子 這樣子過去做船 然後他旁邊的岩石非常的漂亮 然後你有時候你把水這樣子用起來 你看到很清澈 好像連下面雨在游都看得到 都很清澈 對 對 他這個坐船差不多來回應該是30分鐘左右 慢慢看 然後這個地方我看一下 他就是長這樣 對 很漂亮 然後 這裡的人非常喜歡台灣人 對 對 然後 我們好像是 他都那邊都會有統計 然後會來這裡觀光的 台灣人好像是站了百 好像是第二名 好像是第二 差不多 對 第一好像是 哪一個國家的 他有分 對 他有排名啊 但其實台灣排很前面 對 我現在是第二名 對 特別喜歡台灣人 那這邊也可以買到物餐 可是他們厲害的是 他們哪個國旗對不對 然後他們的衣服 外側一脫掉也是一個國旗 然後就是台灣國旗 而且這裡的那個老闆啊 他這些國旗衣服 都是來台灣買的 他去那個松 那個老河夜市那邊買的 對 他們為了讓台灣人 就是有那種來到這邊 很開心的感覺 這地方真的很漂亮 對 這個好可愛喔 這表情好可愛喔 這一個 這是我們球團的社長 戴帽子那一個是我們社長 然後年紀比我還輕 然後 其實 我不是這樣走過來的 我是在 已經站在 對面的 那邊拍個照而已 我就想說 怎麼這麼勇敢 因為我不敢走 我也不敢走 這個小朋友怎麼這麼勇敢 可可 妹妹也不敢走 所以她可能跟我有 好像有走過 可是她感覺好像很熟悉 這個橋的感覺 對 現在叫我們去的話 應該就不會怕了啦 因為她有時候她的縫 可能有人有走過 太小的時候比較 她這個縫很大欸 對有一點危險 可是 也算安全 對 就是她每年都會修復啦 對 然後呢 她是藤蔓邊的 沒錯 這個地方很漂亮 也是跟剛剛那個一樣 再過去一點點而已 她是沿著這個西流的那邊 那你 戴三個你在這邊有吃這個 烤這個 烤魚 對她旁邊很多在賣 對香魚 對對對 那個不是賣 她是 對香魚 然後旁邊還有個瀑布對不對 對 對我那個瀑布很漂亮 對這個瀑布很漂亮 對我有在這邊拍一張 我們都常常去那邊玩 對 這個地方你應該來很多次吧 很多次 對我看你好像就是特別喜歡這個民進 反正我朋友一來台灣的朋友一來 我就帶他們去 那這個也算是台灣人 就是很喜歡的一個地方 對 然後再來是 這個 因為明星是開車 那我們是坐 坐那個鐵路 對 所以大家如果坐那個 用西亞四國的周遊券 就會到這個車站 然後就開始坐公車到一些藤蔓橋的地方 嗯 然後 這邊還有個秘境的車站 那這個車站 因為已經 只剩下一個人使用而已吧 只有為了 最後還有一個人在使用 所以還開著 那它是無人車站 就是它車站真的是這樣就是車站 那大概從上面看就是小小的 那就是日本人鐵路迷很愛來拍這裡 對 它只剩下就是 因為大家最近作文進步了 你們自己讀 那它只剩下一個人使用 所以還開著 那因為它以前的紀念章不見了 但現在又回來了 好 因為今天就是有線上質問 你們到時候回看的話 也可以再閱讀一下 因為今天時間比較有限 太三哥有吃到這個 我是沒有吃啦 但是這個 它算是大不為那一代的美食 它這麼大一片 它是跟臉差不多大小 然後就是上面放蘿蔔泥 就是給大家介紹一下當地的美食 我是美食 對 然後這個就是蕎麥麵 但是蕎麥也可以煮成粥 因為那一代蕎麥 種不出米 只種出蕎麥 所以我等一下有那個蕎麥的照片嗎 蕎麥我看一下 那個 沒關係 做那個蕎麥麵嗎 對對對 對 你沒有用對不對 好像等一下我看一下 沒關係 我回憶一下 那你這邊一起講一下 我在那時候 因為我就是說 當一個觀光大使 然後他那個 觀光局勢必要帶你到任何一個秘境出去玩 然後我們到了一個神山 根本那個住家 根本是 沒有什麼人 可是卻有一個地方 讓你去那邊去 嘗試怎麼如何做蕎麥 一個阿嬤嗎 對 就是兩個 兩三個阿嬤在那邊幫你這樣 教你 然後他就教你 然後我通常以為是 我們通常如果說要拍照 我們只是一個手勢這樣 然後馬上就回到成品 對不對 然後就那邊 哇開始吃了 我一直以為是這樣子 我就在待那個地方 差不多一個多鐘頭 從那個蕎麥上面抹 把它抹成粉之後 然後再澆 整個系列我都做完了 石舊先把那個蕎麥放下去 對 開始磨 磨完之後還要揉 然後再給他切 我一直以為說這個都是直接掠過 然後直接到成品 然後就直接吃 被阿嬤強迫 沒有我是整個全部都做完 那時候我真的是累到不行 那最後自己做的麵有吃嗎 當然吃了 有沒有感動 就是跟著我們那個小孩子 就一起做 然後就我們一家人 全部一起做做完完成一個 那麵全部吃光嗎 太餓 因為做得太累 就是那時候也吃不太下來 因為太累了 可是很好吃 對那個是深山的一個蕎麥麵體驗 因為大部委這一代他們種不出米 只有蕎麥 所以就是蕎麥麵 蕎麥粥 那這個就是一定忘不了了嗎 忘不了 曾經有個外國人去那邊觀光 然後他們真的跑到這個地方去照相 然後它是站出去喔 然後站在這裡 可是那個地方那個橋 那個 這很高耶 有一千 整個高度是高到那麽千啊 對但是這個 好像幾千還是幾百公尺 兩百公尺是這個 這個小便小針的位置 但是整個高度 真的很高喔 真的很高 你看那些外國人站在這裡 然後到時候好像被發覺到 然後禁止 然後它會有一個圍牆 因為日本總共有三座小便小針 站在這麽危險的地方 而且沒穿衣服的 就是只有它 對 這個地方很漂亮 那時候我記得我去的時候 幾秒鐘是這樣子 幾秒又變 30秒之後全部都是霧 就看不到任何東西 那可能已經快黃昏了嗎 還是 然後我們就下去 然後旁邊就去 它也可以坐纜車下去 泡溫泉對不對 等一下明星都有做 我沒有到那種 那時候我是觀光大使 我每一個橋段都要去做 那個飯店有陸選為 就是日本五十萬個人票選的 想去的飯店 就是坐那個有纜車下去泡澡 在河床邊 它在他旁邊 對 那間很貴耶 光光大使 那間 那間飯店住一晚四個人 一個人大概是 忘記是三萬日幣 一泊二十 四個人住 我還住過七萬日幣的 明星 那以後要跟進去 一個 它只是一個那個背板 是人家一個有名畫畫的 畫成一個 是房間裡面有 就是一個比如說一個畫一個圖 然後什麼都沒有 然後睡在老 就是一樣榻榻米 七萬塊日幣 現在換算台幣已經是兩萬左右了 對 然後也是睡榻榻米 那個 它的價值在 後面那個板 哈哈哈 就跟藝術作品 一起共住 就是 好 那這個小編小紮 地勢沒錯 就是有沒有 這裡有沒有人去過 可以證明一下 真的地勢很高 對不對 對 風景有沒有非常漂亮 對對對 對到一直下面 它那個是抖的 對不對 抖成 超抖 它不是這樣抖 它是抖成這樣子 按鈕 有一個人在 對 那你有沒有下去那個 泡 那你 那間很貴 是不是 舒服 對 舒服 好 連這樣拍到都覺得很可怕 真的 可怕 那我想問那個 這裡其實我不知道是哪一個地方 因為照片非常漂亮 就是那邊 就是那一帶嗎 就是那邊 它整個 整個雲海要出來了 其實我是居高的 所以如果我要到對面 那你的笑容 或者是要過來的時候 這個笑容都是騙人的 我想說這張這麼漂亮 我都不管我孩子 我就直接衝了 哈哈哈哈 你跟小孩 你們舉的姿勢都還一模一樣 很可愛 可是我想問那個 這裡是什麼風景啊 這是體驗就是會帶小孩子去 如何去做農 然後說吃耕耳 或種一些花草什麼的 然後他會有一個小孩子體驗 然後剛剛我也是觀光大使嘛 然後什麼事情都要去做 就有看這照片看得非常可愛 對 走片片 對 倒是走片片 因為我們看到什麼 突然那個 那個什麼 電視台說 馬上可以馬上可以 你可以嗎 跟著小孩子一起拍 一起做就馬上說 好難怪 我穿個襯衫 然後教我做這個 有有有看到那個照片 對對 好 那這個是一個 也是地勢很高的地方 這個地勢很高 因為我們從來不曉得 會有這個地方 然後 我們先講這個地方好了 他這個 你說後面這裡 好 就是那個木偶 就是那個娃娃 他就是順著那個村莊裡面的 一些老人家所做的 一比一比例的 對對對 完全 你看這路邊通通都是 然後白天感覺很溫馨 晚上非常的 嗯 然後你就看到路上都是類似 這樣子 因為那時候村莊裡面 好像只剩下兩三個老人 就只剩下兩三個 他們這裡的村莊 總人口大概是三十幾 但是加木偶 人偶就變三百 對 可是那時候好像已經 那時候我去的時候已經沒有什麼 所以呢 其實你們看到就是大概不是會動的人 對 他就是你看你要坐車 你就看到跟木偶一起坐 然後你看到一個 那個沒有人住的那個房間 你就看到老人家做個那個 那個什麼 搖椅 那是木偶在做的 對 但其實因為人偶也會壞 所以一直叫大家來幫忙做人偶 對對 那這邊 你看這全部都是 對 都是當地人做出來的 這是一個廢棄的小學校 然後這裡在拔河 然後就是 其實是白天真的都還好 所以剛剛再回到剛剛那個 然後我們就 就到這個地方 然後就是 然後我們那時候 我們是住在最上面 不是 住在這裡 這裡 這裡 好等一下有那個照片 對 好 那就是這裡嗎 就是這裡 就是你擺的照 這個pose 讓我不 因為我偶像派啊 是不是 對啊 實力兼偶像 所以我要那個動作一定要 好像引起當地都來採訪了 對 你看全部都來了 他是裡面就是請一個外國設計師 然後去設計裡面 外面很 很日本式 裡面很西洋式 外面長這樣嘛 對 裡面是這樣 然後你這邊這樣拍照 然後我們就到了 然後我們這樣拍照有沒有 那個地方很漂亮 真的很漂亮 在最上面 然後呢 然後他們拍完之後 他們就離開 叫我們住了一個晚上 然後在那個地方住一個晚上 其實晚上都是那個 那個都是鳥叫聲 但這裡很貴耶 蠻恐怖的 又是明星才有的 晚上很恐怖 沒有燈 然後 他很奇怪 然後他吃吃飯的時候不在這裡 然後他們那時候 因為沒有地方可以吃 然後那些人 準備晚餐是從山下 再請人家帶上來 對 然後我們晚餐就在這個地方吃 就我們一家人 還有翻譯拉妹 所以我覺得翻譯拉妹很好 你到處跟著我玩 真的耶 也是賺到 跟著我們 然後就在這個裡面 我們晚上就在這邊吃 然後到了白天的時候 我們就到山下 有一個專門是 你在這個地方住完 然後到山下吃 不是所謂的山下是 同一個地方是 只是在地下一點 就是差不多 剛剛在那個 不對 往前 往前 在這個地方 比如說我們在坐在最上面的 然後我們吃飯的早餐 就是在最下面這個地方 但這個地方其實 真的吃飯是比較困難一點 可是那個地方很漂亮 對 最高的一棟茅草屋在叫福森 對 然後總共有六棟 其實這個不便宜 要住茅草屋不需要 很貴 好 那這個是 我是沒有搭過啦 因為世界第一場的單軌列車 對對對 我坐過 怎麼你都有這種 我瘦的時候可以坐 因為他只能兩個人坐 一定是兩個人 那這個環一圈大概一個小時 這個沒有 我是沒有做這個一個小時的 這個是我們做的嗎 這個在森林裡面 這個沒有這個沒有做 我們是另外一個單軌 比較小一點的 對這個以後再去做 這個要一個小時 然後這邊有個觀光列車 叫千年霧雨 好 因為我們時間 感覺已經在畫圈圈了 對 所以我們稍微再快一點 好 那要走到南部了 這個 這個89番 穿西裝的 對對 本來是剛剛88個4 因為他們 其實他們很喜歡棒球 所以特地做了一個 89叫棒球4 就894 對 所以我們就在這個地方 全部都是棒球 以棒球為例的 然後上面就好像是一個球 對 所以棒球4 對 等一下這個地方 野球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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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推薦一下 就是在阿南市這邊 一個招財貓神社 那它這個裡面 通通都是一萬隻貓 對 可怕喔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除二的神社 藥王 對藥王寺 對我們都有去過 怎麼通通都去過國 真是大使 真的都去了 對 然後就是你說那個 都是錢就是這裡啊 對啊 對對對 那就是你上了一個階梯 你就放一塊 那是除二用的 不可以撿喔 對都不能喔 對對對 除二用的喔 這海龜博物館大使大使 那這裡面好多海龜 因為我的時間還是有限的 這裡因為太南部了 對 太南部了太遠 那推薦給大家齁 然後這個是我也沒去過 一個廢層廢墟的咖啡店 有機會 很像鬼屋齁 然後再來就是新的 就是未來的便利商店 都是為了活化小鎮的齁 那大家回去看螢幕閱讀齁 是齁 好 那其實已經差不多走到後面 我們今天時間也差不多齁 然後這個 後面就稍微散一下給大家看齁 因為太龍寺也算是 一個88班其中一個 其實已經走到很後面了 對這邊是海上活動 我們就是在這個地方 我們就是移民 移地訓練就在到海洋廳這裡 對喔這很下面了耶 對 然後還有那個 這個島未沒去過 因為他長得太像台灣 也是從阿南那邊過去 還蠻還不錯 那差不多 那我們時間就差不多 後面大家簽名的時候 再來講一些故事給大家聽 那 發禮物啊 對啊 因為路姐姐一直圈圈圈圈圈 路姐姐要來了 因為我們今天如果 那個太多時間的話 我們可能會講不完 好 那我們呢 就是先跟線上的朋友們說聲再見 因為我們現在要來發禮物了 線上的朋友們 拜拜 謝謝你們收看 謝謝 好的 拜拜 OK了齁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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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就是現場的時間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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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 謝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